在这个深秋初冬的季节 既没有隆冬带给我们的那种庄严感 也没有金秋时节带给我们的那种丰收的喜悦 而且天最近也灰蒙蒙的 真的很影响心情 那如何才能调动起我们的情绪呢 就需要一台能够调起你肾上腺素的 什么 甜点呗 没有啊 你俩想去车会 疫情这么严重 哪有车会 现在少聚集 少出门 知道吗 是不是屏幕前的你也跟他们一样 觉得迷你的车友会里面就全是美女 全是小姐姐 其实不然我跟你说 可多大佬爷们了 因为我觉得呢 这台车虽然看起来 你觉得外观很可爱 然后颜色很多 特适合小姐姐 但实际上呢 它也是男性朋友们所追捧的对象 因为它就像一个大玩具一样 你可以根据你的个情话 完全地对它进行定制 成为你自己的专属迷你 走在大店上真的不容易撞款 只要前到尾 迷你的车型呢 非常的丰富 很多不熟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它那一长串名字 特别的绕 特别的乱 然后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他们也不太懂 所以我在想 既然我身边的朋友都不太懂的话 那可能屏幕前的你们 也有一些人不太懂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把它的车型梳理一下 其实整个mini品牌呢 现在一共有六大车系 三门版 五门版 Cabriel Clubman Countryman 还有一个单独的子品牌 就是GCW 那在GCW底下呢 又有GCW Mini GCW Countryman GCW Clubman 那至于你看到的那个One Coopers Coopers 这都是它动力上的区分 还有就是艺术家 赛车手 这都是一些特制的版本 主要是在外观的颜色呀 涂装啊 还有一些套件上有区别 就是看起来的一些差别 那你这些懂了之后呢 你再看到它那个长的名字 你直接把它往里套 然后就知道了 是不是感觉清楚了很多呢 那其实我前来 了解这台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惊讶的发现 就是竟然 GCW是卖的最好的车型 我在想 其实这台车 相比其他车要贵那么一些 看来还是有挺多人对动力这方面 有着独特的追求啊 那我们今天拿的这台呢 正好是一个GCW的三门版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台车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 能吸引到那么多人 就像宝马有M 奥迪有RS 奔驰有AMG一样 mini也有GCW 是它的一个性能版本 虽然说你看它外观看起来 还是这种圆圆糊糊挺可爱的感觉 但是呢 它从一些细节的地方 就显示出了 它并不是那么乖巧的 黑化的车标 熏黑的大灯 还有随身可见的这种GCW的标识 都有运动的韵味 还有就是侧面 四活塞 Brembo的卡钳 原厂就带了 你就说猛不猛吧 但是吧 我觉得它这个外骨的轮毂 实在是有点太容易刮蹭了 来到尾部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问大家赠述太多了 但是 GCW 我们就一定要听一下它的声浪 跑 天天啊 这小声 战不战斗吧 你就说 来到车里面呢 依然都是浓浓的GCW的味道 标识随处可见 像方盘上呀 门框上 还有这个座椅上 都是GCW的标识 处处都在告诉你 我不平反 那我坐在车里面的第一感受呢 就是黑 真黑啊 整个车厢里面都是黑色的颜色 那它这个夜间仪表呢 也是用上了最新的这种运动场的样式 但它其实只有中间这一点点是液晶屏幕 旁边的都是电子的 像转速啊 还有这个油表这一块都是电子的 中控部分是保留了之前的设计非常的经典 这个飞机拨杆式的按键 我真的特别的喜欢 很有手感 但是我觉得它这一圈灯带呀 不如原来好看了 就原来那个简约一条 我觉得挺好看的 现在有这种声波纹的感觉 但是你乍一看上去会觉得有点乱 因为像那种条形码 反正我觉得不如之前美观了 然后我这两天在试驾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了一些小缺点 就比如说你现在很明显的 看着我胳膊是架起来的 就是它这个中央扶手 它是特别影响我去拉这个机械手刹的 然后包括这样架着 其实开车还可以 但是平常就不太舒服 但你可以把它这样 就不太妨碍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是可以进行无线充电的 就这个是一个无线充 但是我这么大的手机就是死活我都放不进去 就是用不了 怎么我尊贵的13 Pro Max 就是不配在mini上充电吗 我就有点不太理解 我觉得这块其实也可以与时俱进一下 这台车虽然是一个三门版 但是后排临时应付一下 做个人还是可以的 不过体型上就比较受限制 比如说你看 像我这个瘦溜的同事吧 他上架车就很自如 哎 我进来 哎 我出 哎 进来 出去 哎 进来 哎 我出来了 我又进来了 我还出来了 我又进来了 但是你碰上这个腿短肚子大的主了 哎 不过没关系 我有办法 进去吧你 哎 那么大不就 我的 我这 我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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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这种身材的朋友 你就让他做副驾吧 但如果很不幸你的朋友都是这种身材的话 换辆车 要不还是考虑打车吧 这台 这台mini GCW 它搭载的是20T的发动机 匹配8AT的变速箱 最大马力是231匹 峰制扭矩是329米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 哎 宝马330它的最大马力还258匹呢 就它性能版 它还没有它高 但是你要想 这台车很轻啊 它只有1.3吨重 这么轻的一台小车 然后再配上这样的动力 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我现在呢是在Grain模式 就是节能模式 然后D挡上开 就感觉动力上已经挺够用了 现在拉到S挡 然后调到Sport模式 停 停 停这动静 是不是感觉就是真的是那种小钢炮那种 就会给你特别爽的一种感觉 心理上 而且还能听到声音 mini的设计呢 一直遵循着28原则四轮四角 所以它这个就能带给你车身虽然比较小 但是比较大的空间 除了这个我觉得在驾驶方面 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开起来 很有卡丁车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开过mini的话 你可以回忆一下 你开卡丁车时候的感觉就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车身比较小呢 也比较灵活 整个提速也比较快 所以你在这种城市当中车流穿梭的时候 尤其是迅速并线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指哪打哪 反应特别的迅速 一并线的时候这个方向盘虽然有点重 但是它的指向性也是很好的 车身也不会侧倾 所以整个就感觉是那种小巧又灵活 来回穿梭自古 mini底盘整体调调呢 是非常紧致 而且很有质感的 我很喜欢 而且会让我觉得开起来特别的有信心 人家不都说嘛 不吵不颠不mini是不是 吵是有点吵的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应该也能听到我们 就是吵的这种声音了 但是颠我真的觉得还好 没有那么的夸张 就是你平常开的时候 比如说在相对平坦的路面 它是能把路上这种细小的 非常细碎的这种颠簸 传到你的脚底下 或者你觉得路感特别的清晰 但是你当你真正碰到那种坑挖 减速带 这种比较大的颠簸的时候 它整体质感又调的比较好 就是轮胎顶上去下来的那个时候 它会有一个小的缓冲 这一段不多不少刚刚好 不让你觉得不会失去驾驶质感 但是又不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现在mini JCW的官方指导价是341800 但是你开上它确实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价值 比如说它的历史文化呀 还有就是这个车独有的这种气场和格调 有的时候我开着它的时候 我真的动了一丝念头 就把我的三星卖了换一辆它 当然也只是想想啊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节目 我是静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